又一快递黑马倒下,曾并肩顺丰拥有10万辆运输车,精确倒闭,随着人们购物方式的改变,物流业也变得愈加受到人们欢迎了。 在2011年的时候快递行业诞生,到2018年的时候国内的快递业务总量超过了每日欧的总量,短短7年时间每年的快递数量从最开始的37亿件爆发增长为505亿件,7年翻了将近14倍,整体营收额超过了6000亿。 而就在最近又有一家巨头企业倒下了,它就是在2010年成立的全峰快递,虽然成立的时间较晚,但经过几年的发展后顺势崛起成为了一匹黑马,最巅峰的时候在全国境内拥有65个转运中心,线下门店超过5000家,运输车辆高达10万辆,成功进入了行业诗墙,排在了第八位。